歐盟打了中國最疼愛的孩子 做中國電動車關稅 最高48.1 48.1是說你不用想要來賣了嘛 整個中國形成了一個結界 現在你在中國 你還是有很高的生產量 可是你生產的東西 你不能賣出中國 我看到中國電動車 我看到賓士的價格 看到BMW的價格 我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李津的房子 而且是中建 中國的國營企業蓋的房子 我看到房子蓋得很好 一出來六八折 六八折那個很多 一下六八折賣了 那你就這樣嗎 沒有 現在跟他講 賓士啦 BMW 你在中國賣車 居然下沙五成 我看到中國電動車 跟他講 我看到賓士的價格 看到BMW的價格 我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老闆哥 什麼車折價都沒有問題 但雙B通常大家知道 價格最硬 包括那時候市場 根本就不會跌下 所以他有保持性的 就沒有 連雙B在中國都撐不住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跟一個自扯的關係 又是電 他們是電動車大崩盤 各位你現在看看 比如說我們先講第一款車款 這個賓士的這個C200 我們台灣 動輒新車 256萬起跳 Python你知道中國賣多少錢嗎 多少錢 官方售價149萬 很便宜的對不對 口水要低下來 沒有 真正賣出去 只賣90萬塊 90萬塊就一台 這一台的賓士C200 在賣90萬 對90萬各位你覺得夠離譜了吧 我們台灣 而且台灣這256萬起跳 你在中國賣90萬 對而且90萬我跟你講 台灣國產車搞不好 這一台車 對 L都加長行動 歹底90萬買給你 而且是官方售價 幹離譜是什麼 EQB 各位 EQB是什麼意思啊 代表是新車嘛 電動車嘛 是賓士 下爬新出來的東西喔 台灣一台有多少 吉利 討個數字 222萬 不好意思 大陸官方 中國官方賣多少錢 78萬 不是 78萬是直接售價 嚇死人 78萬 你去買TOYOTA買 你上都買不到 他一台賓士電動車賣你78萬 所以兩百元 百五元 一百元 直接殺到78萬 78萬 送給你 而且不只喔 來我們講更高級的車款 EQE喔 我們講它什麼意思 是賓士 如果我們不談EQS 這種頂級車款 你來講已經最淺崩了 台灣一台也要賣300萬喔 300萬來講 已經算是高階 中高階車款喔 不好意思 中國賣多少錢 台幣119.5萬塊 全部送給你 你花1122萬 就可以拿到什麼 拿到它最高貴的電動車耶 所以你當然 兵士在炸路市場 已經撐不住了嘛 根本跳樓大拍賣 就說雨萱 那搞不好是兵士個人的問題啊 沒有 B&W一樣 B&W是i3喔 我們講這個eDrive 也是我們講35L耶 這也是全新的車款啊 也是非常高階的車款啊 我再跟你講一個消息喔 台灣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多少錢 根本沒上市 沒上市 代表它是非常新的東西 台灣根本沒有進口的 就你知道 原本官方售價157萬 代表它也是頂規的 不好意思喔 折價之後 經銷商賣多少錢 80萬 80萬塊 各位有看到喔 我就覺得 中國 拜託一下 我說好想要買喔 為什麼 因為實在太便宜了吧 連奧迪我們講 他們講BBA 什麼意思 Benz B&W 以及ODI 這是BBA 原本是三大頂級車款的常拍 結果原本喔 台灣賣200萬喔 他們折多少錢 也是折 打折 再打折 打到骨折 84萬 全部賣給你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才講呢 現在 在中美打壓的時候 剛剛講 現在美國已經寄高關稅了 100%的關稅 現在歐盟 也可以寄48%的關稅 現在連土耳其 連巴西都可以寄關稅 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中國生產 中國是全世界的世界工廠 中國以前是在這個世界工廠 我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可是我現在 在以美國為數 歐盟也進來了 其他國家也進來了 我在整個中國形成的一個結界 現在你在中國 你還是有很高的生產量 可是你生產的東西 你不能賣出中國 你不能賣出中國 你有這麼大的量 你只好在整個中國市場裡面 自相殘殺了 各位保安哥 過去我們講 中國你想說上百家車是為什麼 在競爭狀況下 他們來跟存活 因為第一個 比如說我可以銷歐 甚至我可以銷到其他國家去 可是現在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包括歐洲也寄出 比如說30-40%的關稅幣 美國也寄出30-40%的關稅幣 這時候會變成什麼 根本賣不出去 因為以前中國車 它所仰賴的是說 我高額的政府補助 來讓它可以用價格戰 去把別人殺的一片邪海 結果沒有想到 當歐洲把大門關了 美國把大門關了 日本這些沿海 所有其他國家關了之後 它只能幹嘛 內捲 自傷殘殺 自己殺死 所以BBC就講 歐盟打了中國最疼愛的孩子 對中國電動車關稅 最高48.1 48.1就是說 你不用想要來賣了 對不對 因為48.1基本上這種高關稅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以前歐洲是最捧場 中國電動車的國家 結果現在內捲 內鬥內行 你知道殺到什麼程度嗎 變成就是連雙B都撐不下去了 因為對於我們講 雙B或者Audi來講 它賣的是品牌 甚至連二手都有市場 所以很顯而易見 當中國車是不斷的往下壓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個狀況 我們看一個指標最清楚 HONDA TOYOTA 然後我們講的這個 Nissan這代表什麼 最低階平價的車款對不對 不好意思跟你講 這些低階平價的車款 比如說我們講COROLA就好了 COROLA也撐不住了 為什麼 因為原本他們售價已經夠便宜了 一台車五六十萬 結果他們又在打著 打到在骨折 因為賓市賣八十萬 你TOYOTA總不能繼續賣五十萬 他們賣到多少錢 大概三十萬到五十萬之間 是假的 三十萬就一台喔 所以你知道 就是這種慘到程度 他們變成是說 我們可能庫存一大堆 只要能夠銷出去就好了 所以各位你們可能不知道 連我們講日本品牌 我們講廣系本田 這是什麼 廣系本田就是說 日本的廠商 HONDA跟中國在電廠商 共同合作所創造出的品牌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裁員 一次裁多少錢 上千名裁員 就是因為只有內捲文化 實在太過可怕 根本沒有辦法獲利 所以我乾脆把員工資險 回家大家去吃自己 而且現在更可怕的是 你現在等於這種內捲 現在整個變成了紅海 大家變成了血流成河 出現一個狀況 連極力汽車的李舒服都講 你現在無窮無盡的內捲 你現在根本就是一個最粗暴的價格戰 而這個最粗暴的價格戰 你不要騙人 最後的狀況就是偷工減料 我們來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曾經掌握 整個全世界最大汽車極端的 豐田張男 現在當然他已經交棒了 即使他交棒 他還是日本汽車協會的會長 等於說在日本汽車協會裡面 話最遠跟當 可是你看到沒有 他現在這個表情 傲賭賭 也是非常難看 而且在下面這張照片 更明顯是 他是坐著車子 在一個宅男廠裡面 宅男廠裡面 他的眼睛一直盯著一個地方看 他在盯著什麼看呢 盯著這台車看 這台是什麼 這台是比亞迪的電動車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日本的車站 現在叫做日本移動站 這是日本一年一度 最大的汽車站 本來豐田要在這邊大展身手 這個地方是日本的租場 也是豐田的租場 更是豐田張男的本命區 可是沒有想到 我在這個地方我要彰顯豐田汽車 以及往電動車發展 以及往新能源車發展 可是沒有想到 霧光全部被比亞迪吸引 所有的報導全部都著重在比亞迪 之後有人形容 這一個動作 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日本第二次的黑船來臨 沒錯 最近日本在召開所謂的 日本的移動站 那日本移動站 其實是過去的這個東京車站 它因為現在已經改成了之後 主要要拼什麼 電動車 所以它變成是移動站 但沒想到 原本是日本的主場 日本要出大秀一場 就本來大秀一場的時候 這一次呢 這個比亞迪登陸來跟你踢館 那登陸踢館之後呢 人家就說什麼 他敲開了整個日本的電動車 可能是不堪一擊 所以你知道 他們就說 EV霸權競爭來說的話 他們說比亞迪 就有點類似像 美國的這個海軍的黑船 開進這個日本一樣 踢開大門 它讓你知道說 你過去過的是安逸的生活 我現在要顛覆你 如果你不來一場所謂明治維新的話 你整個日本的這個車廠 可能會完全覆滅這個狀況 好 所以是喔 這就特別提醒我說 你要注意到 豐田張南這個表情 他等於說是一個霸主 他過去在汽車業裡面 他是等於說話罪也跟當 他等於說 可是這個霸主在你的主場 在你的本命區 在你的車站裡面 你的臉居然如此難看 對 沒錯 這是豐田張南 過去的這個豐田家的 豐田汽車的掌門者 他雖然現在呢 交棒給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他的接班人 但他其實呢 還是幕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大股東 跟一個影響日本汽車業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這次也來參觀了日本的移動展 就參觀參觀的過程裡面來說 他其實滿臉都是憂心啊 憂心忡忡 特別他看到這個攤位的時候 他更是一直看了非常久 而且非常憂心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比亞迪的這個車廠 比亞迪的這個攤位 比亞迪的攤位裡面來說 為什麼他很擔心呢 第一個 比亞迪的人相當相當多 很多日本的媒體 很多日本的這個所有的他們的 這個消費者 都去看比亞迪的汽車啊 可是不對 這是日本移動展 這個是日本要展現他未來車的一個原型 我們看到 這是馬自達的車子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是三菱的車子 所有的車子都是精銳進出 我把這麼未來的現代車 全部未來的這個所謂的概念車 全部放到了日本移動展 對 為什麼焦點卻在比亞迪呢 沒錯 好 我們就要講 事實上這次日本的移動展裡面來說 各家精銳進出 Honda 或是說像這個Toyota 然後這個Mitsubishi Mazda 或是說各式各樣的車 這個Isuzu的車 全部都出來 他們就說我們未來日本的這個方向 要往這樣來 你看 要奢華有奢華 要好的這個概念車有概念車 可是問題是什麼 大家現在在看的是電動車啊 你不要給我看太多現在可能燃油車的這個方向 這都不太對 你也不要告訴我未來是什麼啊 而且你的價格都很高啊 我們都買不起的一個狀況 所以變成是怎樣 大家都為什麼要去看這個 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是我們買得起的車子啊 而且導播我們看 為什麼就會看那輛車 那輛車就現場展示 這個比亞迪 你不要看起來在外表上好像沒有什麼期限 在現場直接的原地360度回轉 對 為什麼大家去看呢 你看為什麼這個風景商在那邊看呢 因為大家在那邊呼呼呼 在那邊歡呼的聲音 為什麼要歡呼 因為第一個它秀出什麼 它秀出什麼 因為這台車就是比亞迪的高階品牌 叫仰望的這個越野車SUV的U8 它第一次在海外亮相 然後它很簡單 這是他的比亞迪越野車 你看它造型也算是蠻有這個設計感的 那重點是什麼 它可以這樣 直接在這個地方 它就直接用輪胎的方式 直接在那邊轉彎 而且它可以轉三 你看 直接轉360度 360度的一個狀況 而且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他們在旁邊秀 他們說我只要用這個 我們很簡單 我們只要用手機控制它 手機控制它 我是說用新手在上面的話 你只要控制 等一下 它底下沒有轉彈 對 底下沒有轉彈的狀況下 它可以360度回轉 對 那你只要在上面的這個屏幕裡面 點說我要讓它360度轉 它就開始這樣轉轉轉轉轉 欸 白鞋 這實在太有噱頭了嗎 所以為什麼很多日本人 全部都在那邊看 這樣的狀況 那這樣 事實上這個 它就是用一個平板 用一個手機 對 你剛才這樣轉 我要你轉幾度 你就轉幾度 但是完全就是說 我們把汽車當成是手機 來運用這樣的狀況 那這完全顛覆了很多日本人的想法 那 日本人的一個汽車製造公司的高層 就告訴日經新聞說 他說我們現在完全沒辦法跟得上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不是因為我們日本的這個技術能力跟不上 而是人家用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思維在造車 他說現在的比亞迪的這個造車方法 就有點像快時尚 他要求快 而且現在有什麼功能 我把它縫進去 那翻進去的時候 比亞迪現在設計車子了 因為日本車廠都怎樣 我要設計一個車廠 我要先把工程師找來 然後這個設計師找來 我們把它弄成一個原型車 打造原型車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設計 這個太慢了 不是這樣嗎 你看日本 中國不是這樣 中國他就直接在 用電腦 然後用估算之後 然後就設計 啊 可惜 我就做 做的話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口味變化太快 我就用這樣不斷的 變化的這個狀況來說 我可以打進這個消費者的這個心態 所以人家就說 這個我們未來日本的車廠 恐怕我們技術不是比它差 對 而是我們在快 快這個方面來說話 我們是完全打不過中國的 所以你就像一個時尚的品牌 等到你這個有概念 有概念設計好的時候 打樣都已經半年一年了 人家一個月就做出來了 就像為什麼大家不看這個車子 這車不知道多久才會出來 但是比亞迪的車子 搞不好我們今年就買到 他直接在你面前打算 所以就說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好 那你知道 事實上這一次的 你照理說 而且剛才講 那不是我們講的 那是日經亞洲講的 他說中國的比亞迪 根本已經打開了日本的 而且他還比特斯拉 更有競爭力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這一次的比亞迪去 你要講 這個比亞迪車子在那邊 這個所謂大放異彩的時候 那王川普應該也是 可是寶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王川普本人 他在日本沒有人認識他 你知道原本一開始 要辦這個所謂記者招待會 把你找來的時候 王川普人就在那邊 但是沒有人認識他 後來呢 後來是因為比亞迪的人上來 就鼓掌 歡迎王川普先生他才來 所以他很低調 沒有人認識 而且 但是他沒有關係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站在這個比亞迪的攤位旁邊 看這個日本人這麼瘋狂 他是笑了 笑了非常大聲 然後覺得這一次我來了 果然是對 而且是踢館成功的一個狀況 好的 另外就是我最近看到 孟哥在講王川普的時候 我有一點驚訝 因為王川普以前 是郭台銘最大的敵人 當然 那現在 他是特斯拉 伊隆馬斯克 最大的敵人 對 沒錯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伊隆馬斯克 你要說他全世界最怕的一個人是誰 可能就是王川普 為什麼 因為王川普做到 比伊隆馬斯克幾乎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近瑞穎針對這個 王川普下面有個海豹車款 跟特斯拉的這個Model 3 他們來把它拆解 那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很多中國車廠被特斯拉降價 殺了死去活來嗎 未來汽車都已經出現了這個財務 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但是他說 你這樣殺 搞不好你最後人 會把特斯拉自己殺死 你要小心這個比亞迪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拆解來說的話 這個特斯拉的這個毛利率 大概是14% 在中國製造 但是這個比亞迪的這個海豹 有16% 所以他可以跟你殺 你要殺的話 你殺不到他 你反而會被他殺死 所以為什麼特斯他這幾天 他本人Model Y在中國漲價 因為他知道不能再殺了 我再殺我會殺死我自己 所以比亞迪有這麼可怕嗎 對 因為他的零件很多都在自己 在中國做 另外一個 他70%零件是自己做的 而且他的電池 也是他自己設計的 所以 他完全都是不一樣 所以他等於是說 你要問伊隆馬斯克 哪一台車 可能會變成是你的 心腹大患的時候 他絕對會說是比亞迪 好那你要講 為什麼比亞迪那麼厲害 我們講比亞迪多厲害 我們從蒙格來說 蒙格他有投資 為什麼巴菲特會去投資王川甫 就是因為蒙格他喜歡王川甫 所以他叫巴菲特去面試他 孟格喜歡王川甫 對面試他之後就說他可以投資 所以當時巴菲特去投資王川甫的時候 郭台銘還很生氣 所以你沒有眼光 對 但是那是因為那是孟格的牽線 所以不是巴菲特 巴菲特只是跟他interview之後 因為孟格一直堅持要買 那巴菲特只好說好啦 那就買了吧 他說什麼 他說王川甫是個天才 然後他擁有工程學的這個博士 而且他早上看到某幾個美國零件 下午就可以做出來 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人 他是個天生的工程師 我把他真的捧上天 他說他是艾迪森 跟Jack Walsh 這個兩個的結合體 我們知道 艾迪森是個發明家 Jack Walsh是 就是把這個所謂通用 把體驗電器做好了 把財務做好了 所以他等於是又會做工程 他就是把那個六個標準 差用到極致的人 對 就你又會這個發明 那你又會做一個所謂管理 這個太厲害 所以一定要投資他 但是等一下 我跟他講一下 王川甫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講幾個故事給他聽就好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工程師 為什麼郭台銘董事長 會很恨他 因為第一個 當初當初 王川甫一開始做這個 所謂這個最早做這個電池的時候 他是去日本公司 因為以前中國沒有這個電池的技術 他是去日本公司看人家生產線 回來之後他就自己 已經會這個生產線的組裝 大概被他摸出來一個大概 看生產線就會了 那另外為什麼 為什麼郭台銘會討厭他 他原本要接他電池的訂單 把他請來說 那你來我們生產線看一看 想說未來你大概有機會 變成是我的大客戶嘛 結果王川甫也是去 他們生產線看一看看一看之後 回去幾乎是 就可以copy出 他幾乎原本的生產線的大部分了 copy富士康的生產線 所以為什麼 王川甫為什麼 為什麼他回去就開始在跟他搶單嘛 就是因為他就知道 原來你是這樣搞 那我也這樣搞 那我在挖你的人過來 我就可以完全複製跟你一樣 他去挖紅海的人 所以就知道他其實 我們必須說 他真的有他厲害的這個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 孟格會這麼喜歡他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再說回來講嘛 現在他帶領這個比亞迪呢 攻到日本去 當然一定會變成日本的心腹大患 只是日本人要怎麼樣取國來迎擊這個重要的敵人 所以市長剛剛講的 你是長期研究財經的 在研究財經裡面 電動車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當然 這個未來最重要的項目裡面剛剛講的 你要研究電動車 你要去了解 特斯拉跟比亞迪 兩雄相爭 到底誰會獨得贏得天下 沒錯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兩個這個是最厲害的 但是周邊國家都遭殃 我看日本廠商幾乎現在 他們為什麼那麼緊張 因為他們在這一次 為什麼用黑船 因為再不改革體 真的就完蛋了 好 第二個是什麼 歐洲廠 你看這是日經中文 歐洲的這個車系EV的轉型 遇到這個困局 然後他們找中國廠商求解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越賣越多 越賠越多 譬如說EVOLSWAGEN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他們EV的這個銷售量 是同比增加45% 那很厲害 但是銷售額的利潤是 從8.4%降到6.9% 也就是說賣越多電動車 賠越多錢 我多賣了45% 對 可是我的利率就降了一點多% 1.5% 因為電動車的這個 目前為止來說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燒錢的這個項目 甚至連這個也是一樣 賓士的這個CEO他也說 我們EV也成長了82% 但是利率率只有13.6% 也下降了1.3% 因為這些外部零組件都太貴 因為跟過去 這個所謂電動車跟燃油車的EV 所謂的零組件是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電池這一塊 所以這樣 VOLSWAGEN現在決定什麼 好啦 那我就跟你中國合作 他現在跟小鹏汽車互相合作 同時他也買了這個 這個中國的很多 這個電池公司的電池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全世界 這個整個電動車的困局在哪裡 顯然目前為止 以這個過去我們講的三電系統裡面 至少在電池這一塊 恐怕中國的優勢是相當相當巨大的 好 董事長 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封鎖跟打壓 是上窮必落下黃泉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AI AI不是講的 本來NVR H800 A100 A800 H800是可以賣的 現在什麼都不能賣的 我現在全部都防堵 可是你一次性就一直講到 電動車它防堵不了 電動車現在中國已經取得優勢了 中國現在已經變得裡頭一樣了 再加上現在美國的這個車廠又在罷工 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我倒想怎麼可能 這一次真的讓我太晚觀止 這是在東京移動站 這是東京過去的車站 東京的車站是日本的燭場 結果沒有想到比亞迪去了以後 剛剛講全部日本的媒體 都在報導這台車 它居然可以原地打斷 難道比亞迪跟特斯拉 是我們觀察整個電動車 最關鍵的兩個廠商嗎 東京車展本身在全世界 就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一個 車展的一個平台 但是它從2019年開始 已經休息到這一次 今年已經通過三年四年以後 因為中間有疫情的其他因素 不只是疫情因素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日本車本身沒有什麼定證力 所以拖到現在 沒有什麼新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 大家行業間之間的一個共同的 共同知道的一個認知 當然你看前不久之前發生在 慕尼黑車展的故事 同樣的故事重演而已 因為很簡單你看到歐洲的車 在慕尼黑車展也是一樣 很明顯的是大幅度的是 在成本上跟技術上合併的一個落後 對 這個雖然看起來比亞迪不怎麼樣 但它在整個競爭力上來講的話 是目前在歐洲車展表現不俗 我們特別要講的是 Toyota的豐田 豐田的概念 它的戰略上的概念 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樣 因為豐田的總市長 豐田當然 他相信 他的信仰裡面 他認為這個混合動力車 一定會在EV車大流行之前 有一段過渡 所以他堅持到今天 他不願意放棄混合動力 結果倒變難看了 因為在事實上證明 已經是換代了 直接跳過去了 從特斯拉為首跳過去 然後中國車大量湧進 這個已經是市場上的主流了 所以在這上面 已經目前顯然的落後 日本人就開始做夢 我們將來要贏中國 贏全世界就是靠固態電池 因為現在所有的 鋰電池的極限已經到達了 它的車速 它的航程等等 都已經受到一個 已經到達一個限制 到一個最高點了 要突破的話 一定要有新的科技突破 要符合ESG的觀念等等 所以它只有 豐田一直拼命要幹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豐田堅持搞這個事情 所以不能有一個本夢比 那第二個計劃是什麼呢 它是大量的投資什麼 投資其他日本的車廠 包括從哪裡開始 從蘇巴路開始 從這個馬自達 從這個Suzuki 你知道嗎 然後到伊蘇里 林木 這些通通它都大量投資 所以它這是裡面的很大一個股東 所以其他各個車廠如果賺錢的話 它也跟著能夠復活 它還是能夠趕上這個時代的潮流 但是不管怎麼講 豐田跟日本的整個國民的氣氛是相同的 大家已經老舊了 體力不堪了 就等待一個新的奇蹟出現 那真正的奇蹟在科技上來講的話 就是固態電池 所以這個雖然可能是一個白日夢 但是大家 日本人就一直有這個唯一的憧憬支持 支撐他們繼續在這個汽車產業發展 好 輝城 當然講的 若你在講電動車的時候 電池是一個非常關鍵 我們要講的 華爾街日報就提到 他說不但是這比亞迪現在已經等於說 在這個銷售上已經贏了特斯拉 甚至你在成本降價上也贏了特斯拉 還有關鍵是 西方抵禦中國電池的這個巨頭之戰 為11萬 是 他整篇文章其實在分析 其實在中國以外的市場 原本是由韓國前三大業者 然後佔有全世界大概50%以上的一個市債率 但是這樣的優勢已經慢慢被中國給追上了 他特別用一個圖 他想說比如2022年跟2023年一個對比 光是LG的這個新能源 你又發現雖然他在2023年的成長幅度高達60% 可是您的時代天啊 已經快要追上他了 他這整篇文章意思是說 如果您的時代在整個其他的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資 還是維持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勢如破族的一個情況的話 事實上很可能會被翻轉 所以中國的電池的製造 很可能在短短的幾年之內 就會趕上甚至超越韓國在全世界的時代 是因為他從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國家就是匈牙利來講 匈牙利他感覺上好像不是一個特別發達的在這個領域的國家 他說沒有 其實非常嚇人 匈牙利裡面有個小鎮叫德布勒斯 這個城市 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對 這就是匈牙利 對 匈牙利 然後他在過去的八年裡面 就是FDA 就是外國人在這部分的投資吸引了134億美元 可是你知道嗎 光是寧德時代 在匈牙利這一家公司就投資了77億美元 可以說是匈牙利裡面單一 外資投資最多的一家公司 就是中國寧德時代 然後他就說他投資下去之後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他將有可能會成為整個歐盟裡面 生產量最大的一個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除了他之外他發現 他這個投資下去之後 這是他的電池槽 他的電池槽 全自動 而且就是寧德時代 在匈牙利這裡興建的這個廠 然後他就說他這樣子投資價比投資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 他根本就是一個造勢一個計畫 他這樣投資你看從無到有 然後所有的全部在短時間之內 短短幾年之內 去加強他的一個相關的產能 然後他成功的把匈牙利 變成是歐盟裡面 僅次於德國第二大的一個電池的產地 所以他就想到說你看 他一步一步一步 非常規模就非常迅速地弄得那麼大 所以他就講到說你看 他在光是從匈牙利這個部分的 一個佈置一個建設的狀況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一個企圖心 然後他有提到就是說 另外一個公司就是 包括連那個林德時代他在這裡生產的 還有連B&W未來在這邊 也有相關的一個投資案 然後他光是這樣子電池 電池廠這邊進行投資之後 他整個城市都因為這樣而富起來 富起來之後就帶動了房地產價格飆漲 還帶動了一些像是 歇爾頓的酒店也在這裡竟然要開業 他也不過就是一個20人的城市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光是你的實在的據點在這裡 可以讓這個地方整個經濟瞬間蓬勃發展 那我跟他講最慘的是什麼 他現在中國陷入泥澳 為什麼我們知道 中國現在車廠不是大夫的這個沙價嗎 你知道比亞迪做了一件事 比亞迪他有一個電比油低的這個價格 為什麼因為我們講 一般的如果同款車來說的話 油電的車 電價車應該比這個油車要貴 他現在就直接把他降價 同樣一款 同樣一款琴Plus 他有這個所謂的燃油版 他有所謂的電動版 他把電動版的價格降的比燃油版更低 那這樣他就是給你殺價 一台車新台幣大概30.5萬 這樣一台車電動版30.5萬 你覺得競爭力強不強 你特斯拉還那麼貴 結果特斯拉怎麼辦 他只好降價 那今年在中國已經降降降來降 他這個光是3月就降了就降價 降了什麼 把這個Model Y 你看每一次都降7800 然後9000 1萬多人民幣這樣降 他今年已經降了好幾次 中國降我就跟著降 所以現在等於是 他在中國市場陷入很大的麻煩 他一降就是5萬塊降掉了 對 那就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所以你知道這變成是惡性循環 那你殺得過中國那些車廠 不會啊 中國車廠比你更便宜啊 所以他殺來殺去來說 對他來講 陷入一個空前絕後的麻煩的窘境 所以特斯拉才半年的時間 就這樣子豬羊變瘦 對 沒錯 你看以前的時候他等於是 這個person of the year 但是現在他已經相當相當的糟糕 那為什麼 雖然我們就很簡單 因為他當時2015年的時候 他到準備要去中國設廠的時候 中國馬上就說來來來你來 2017年就把你 中國在這個上海這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 這個南匯新城的這個工業區 弄了一塊很大的土地給他 然後你在那邊設廠之後 寶劫你無形之中 你為了貪圖中國市場 然後你在這邊蓋廠之後 你把很多的關鍵技術 慢慢到這邊來了 幫他們訓練工人 幫他們訓練相關的know how之後 他們就出去到外面去創業 怎樣這樣之後 把你的很多know how都弄出去之後 他們可以反向過來打你 所以現在變成說 你看他的成長的狀況來說 因為他跟中國綁得太深之後 他現在反而是離不開中國 所以現在當時 寄望中國市場 進到中國市場 進到中國市場 不得不把自己的技術 甚至你要去發展 當地的產業鏈 對 現在剛剛講的 包括蘋果 包括特斯拉 對 都被反噬了 他們兩個都是陷入一模一樣的局面 那為了要將近成本 為了要討好當地的成本 欸 我很多就開始外包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電子 會給寧德時代 很多東西會給比亞迪 就是這樣啊 但問題是你這樣反而是讓對手 對手跟你 跟你是互相競爭 結果你還下給我一筆肥丹 所以他無形之中 養大這些對手之後 現在反過來打你 跟蘋果一模一樣 但是蘋果現在已經懂得 這個 好啦我現在要往這個AI發展 他現在說我要跟這個Google合作 所以他搞不好可以往AI去 但問題是 伊隆馬斯克 沒有嗎 沒有這樣 目前為止沒辦法踏出這一步 所以才跟你說嘛 因為你三個主要的東西 第一個剛剛講的 你的電池 你的所謂的電機 對 包括你的中控的電腦 對 你都沒有優勢了 你會做得比中國大王更便宜嗎 反正我只要有NVIDIA的晶片 然後我要有這個寧德時代 或是說這個比亞迪的電池 我也可以做電動車啊 那請問你特斯拉還剩下什麼 董事長 我很喜歡布袋希一句話 就是 誒 誒 誒 但是沒有想到特斯拉這個變化 也太大了吧 特斯拉做了一個 非常重 對中國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了中國 到中國大陸設廠 去上海設廠 上廠之後創造一個什麼東西 叫特斯拉供應鏈 特斯拉供應鏈創造出來之後呢 除了你剛剛講的軟體這個部分以外 其他的各個硬體部分 變成每一個中國的EV電動車的 生產製造的標準 它創造一個工業標準 大量的開始 中國的開始降低成本 國家補貼 你看到 比亞迪變世界第一 等都有很多的特斯拉的 斧鑿的這種痕跡跟影子 對不對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大的 那現在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變成說 還沒有 還沒有 大就已經變老了 還沒長大就老了 問題是出在什麼地方 當然就出在電池上面 因為電池是根本問題 當然我跟世聰討論過這個問題 因為電池現在 林德時代全球第一 對不對 市貸率好像超過50% 然後第二名就是比亞迪 然後還有一家 還有韓國一家 還有ALG這種故事 可是特斯拉的這個電池 也是好像也 像林德時代 也是買的 林德時代買的 但林德時代這個電池 到目前來講 能不能夠完全複合市場的需求 其實還不行 因為它的整個總的 它的意外 發生意外的比率 還是燒火爆炸 還是存在的 另外一個 它的車程的最長的公里數來講的話 大概還是在四五百公里而已 那四五百公里的情況之下 造成台灣感覺不出來的怎麼樣 你看看 一個在中國大陸或是美國 它一個車程 它要開始要開車出去的話 可能是兩三天 跨州旅行的話 你這個四五百公里 是沒有辦法應付的 那怎麼辦 而且你不見得有辦法 能夠找到地方充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這個特斯拉或是電動車 在這個整個的架勢 在全面普及化的情況之下 有太多先天的困難 造成它很多困難 所以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興起變成電動車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叫什麼 油電混合 油電混合 那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有些關鍵材料的科技技術 中國大陸是被封鎖的對象 所以這個才是下一輪的戰爭 才會真正觸動的電動車的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精神 我們曉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五年來首次出訪歐洲 到了法國 到了塞爾維亞 第三次再去哪 匈牙利 你知道他去匈牙利 代表什麼意義嗎 人家匈牙利 可是中國在推一帶一路 歐洲首跟他簽約的國家 所以你看最後一戰 歐洲頂岸對 習近平來到這兒 一來就大撒幣 大撒幣什麼呢 號稱會跟修亞利簽18項合作計劃 難怪習近平笑得跟什麼一樣啊 一帶一路到底真正可能會帶來什麼 目前媒體一測 很可能就是 既比亞迪要在修亞利設300公頃的 科學園區工廠之外 長城汽車也要進去了 電動車大戰 是那還包括寧德時代的電池 哇那等於是一條龍汽車 加電池通通都去歐洲 可是這就讓歐洲很多國家緊張了 你要曉得啊 美國對於中國電動車清銷開第一槍 說關稅要百分之百 那歐洲呢 歐洲說我密切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你中國有沒有對這些電動車 做所謂的過度的補貼 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就現在你電動車 我本來只是看你清銷到我歐洲的車子而已 我本來只是看你船一船一船的來 這些車有沒有政府過度補貼 現在不用了 現在你不用看船了 現在你也不用看這些車了 如果車我把它比喻是馬 你以後不用看這些特洛伊的木馬 是不是瀕臨城下了 因為特洛伊的木馬 你城門不開他也進不來 現在你得開門啦 親門踏戶勒 我今天把比亞迪 把長城 把寧德時代直接在匈牙利 就是歐洲東歐等於就是後門 已經讓他場門打開 讓你設場了 習近平要意義的是東歐 歐洲後面的開後門 開後門之後他要長區而入了 那我問各位啊 你看看比亞迪 好像這真的是都寫好的劇本嗎 他說2030我要當歐洲電動車子王 電動車子王 你是不把特斯拉 不把福斯 不把法國的標誌看在眼裡嗎 當然啦 現在有一帶一路 而且直接直殺匈牙利設廠 全部通殺 進張了 你看拜登這招最有效 最狠了 我直接嘛 你中國電動車要傾銷是不是 來你賣兩萬塊美金來我美國 我過去課25%關稅那就兩萬五 我現在課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了 你兩萬就變四萬 Turbo直接吹滿了 特斯拉一定隨便都賣過他 拜登這招就有效 還有打我們的品質 你看中國的電動車 現在小米一直都有一些狀況傳出 結果還發現你狀況不只這個 你甚至是賣一台賠一台 扣掉剛剛我所說的中國政府的過度補貼 他竟然賣一台還要賠三萬塊 台幣啊 這樣的車難怪你現在歐洲人會擔心 你是不是來傾銷的 這個真的尷尬了 從這禮拜開始 我們要講到的 慕尼黑車展風風光光的展開 展開了以後 德國車你剛才這樣講到 德國車本來要利用這個機會 向全世界展現 我們不一樣了 我們就往前走了 我們一從過去的燃油車 進步到了電動車的時代 剛剛講的 雙BBMW跟Benz 兩個車都提出了最新的車款 也一開始震動了全世界 全世界大部分的報導 可沒想到經過一禮拜後才發現 比亞迪進來了 小鵬進來了 中國車都進來了 然後他們講 為什麼慕尼黑車展變成 中國車車展了呢 寶傑從這次慕尼黑車展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中德關係會變得 比以前要更加糟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德國發現到說 中國搞不好會是 Kill我們Germany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國家 你這麼嚴重嗎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講 德國的汽車工業 是他們的王牌工業 我跟你講 德國汽車工業種子 因為德國的產值非常大 它整個汽車業 占它GDP的5% 是數一數二的產業 德國的汽車 占他們整個製造業的20% 如果德國的汽車工會垮了 那德國就不再是德國了 製造業的20%就沒了 所以他們這次在IA舉行 這個所謂慕尼黑車展 它原本的目的是 跟大家說疫情過後 讓大家看看我們德國 我們目前在整個電動車 目前我們的公益到底怎麼樣 你覺得德國車站起來了 對 這次BMW 還有Benz 還有Volkswagen 精銳進出 就說跟你說 我很強 結果沒想到 一開始我們的確 都focus在報導 德國車很厲害嘛 結果沒想到 這幾天 德國媒體完全不一樣 你看 這是德國媒體 為什麼慕尼黑車展 正在變成是中國展 然後這個德國製造商 面臨到艱難的時刻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現在大舉入侵的中國車 已經變成是大家目光的焦點了 為什麼目光焦點 那這一次最讓人家吸睛的是 比亞迪 比亞迪它這個海報 海報系列來說的話 它只要賣這個4.5萬歐元 在歐洲150萬 算是很低的價格 他們看到這個價格 怕死人 而且不是只有它 東風也這樣子 然後小鵬汽車也來 大家都來 所以這變成是 大家都在看中國汽車 因為中國汽車很便宜 所以原本的主廠的 這個德國車展 變成是中國車展 所以德國人 賀然發現說 糟糕 我們的主廠 都要被宰殺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們剛才講的 一開始的時候 Benz推出它的一個概念車 那個紅色的車子 紅色的車子有一個 最先進的一個流線型 而且裡面的所有的車裝 裡面所有的概念 都是符合未來電動車的運用 就這台車 真的非常的漂亮 未來的概念 而且裡面完全都是電動車的概念 而且還跟NV加合作 結果沒有想著過了兩天 才發現不對了 這台車真的很漂亮 問題是它一台車 賣到這個八九萬歐元 如果Dolphin那台車 它只要四萬塊 如果是你 只有一半 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開始緊張 說這個事實上 因為你要說有貼背感 當然你有貼背感 我有貼背感 你就是比較好看 但是我是比較便宜 所以為什麼他們很緊張 你看這一次其實 你可以看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德國人是展現我們德國工藝的精髓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包括說剛才在 Mercedes-Benz的未來幾年可能會推出的車款 它還推出純電的超跑車 Vision 1-11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 整個車子非常流線型的造型 然後它的這個馬達來說 是特殊設計的這個馬達 會更加快 體積更加小 然後它可以提供你賽車規模的這個等級 所以你看 賽車規模的等級 對啊 看起來很漂亮 你看這整個它就把它一展示出來 我的很漂亮的車子 另外BMW它也新推出 它把這個過去的電動車 這個完全推掉 它說未來我們有一個新的等級 叫New Class 真正德文的New Class的意思 就是我們宣布電動車都是用這樣的等級 新等級了 對 新等級 然後你看它整個設計感 整個非常漂亮 流線型又很好了 問題是你這個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好 另外這是賓士 賓士我們剛才看到那台 他找費德勒來站台 對 Roger Federer就來了 他還推薦他 就說你看 因為他的這個續航力來到750公里 超過特斯拉所有的這個車款 問題是 抱歉人家中國有1000公里以上 所以我們好像比什麼性能 比什麼好像都比不過他 甚至連雷諾也去了 法國雷諾也來了 他也發表一個新的這個車子 那新的車子他強調說什麼 我有這個運動感 但是你知道 他們這些車子你就訪問他們 他們都說沒有錯 相當不錯 但是他們都會跟你加下一句說 我們很難抵擋得住 消價競爭的壓力 而且你剛才講的 Volkswagen你看 我還可以有一個變身的功能 對 但是你敵不過價格 對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比較高價 像BMW或是說賓士 都是比較高價 那Volkswagen就是比較便宜 Volkswagen它也推出很多款 ID3ID4一直推出之後 他還推出一個GTI的這個跑車 他就說原本GTI原本就是屬於它的跑車規格 他還推出這樣子 一個類似這樣的GTI的這個電動車 好 那除了這個電動車 他還有一個原版的這個車子 這個車子可以有不同的這個變身的方式 但是沒想到 你這種純電的這個超跑 但是你還是很貴很貴的價格 讓你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沒有價格競爭的這個優勢 好 那為什麼 大家開始擔心 為什麼德國的這些媒體 甚至德國的這些經濟報紙 突然發現變成中國車站 對 因為瑞銀做了一件事情 瑞銀竟然把比亞迪的一個車款海報 對 把它給拆解開來 拆解開來以後 來分析你所有的零件 分析所有的供應鏈 對 發現它比Model 3的成本還要來的低 沒錯 像這個特斯拉的Model 3 在上海工廠已經是全世界屬於 以特斯拉來講是最低的 可是你看 如果我們直接來看 這是瑞銀做的一個報告 他把這個比亞迪的 這個海洋系列的這個海報 把它拆了 然後跟這個Model 3來對比 結果他們發現到說 海報比Model 3的 在上海超級工廠的成本還要低15% 海低15 對 我們聽你曾經講過 特斯拉能夠獨霸天下 就是因為它可以控制成本 我的成本比人家低 所以我有比別人更大的殺價空間 結果這個比亞迪還便宜100% 問題是他說德國車 如果用這樣規格在歐洲生產 這個比他高35% 然後他就說 因為目前為止很多零件 都是在這個BRD自行產產 所以BRD是還可以再把成本再往下降 所以BRD比Model 3降15% 我比這個所謂的Volkswagen 這些車子成本還降35% 然後他還去拆了裡面的電池 電池來說我們特斯拉是圓筒型的電池 然後他發現這個BRD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是刀片電池 刀片 那他的成本呢 又比人家還要低反正20% 因為他自己做 所以他可以反正20% 然後我們講 他這個原物料都我自己 然後我組裝成本又比你低 他們在比較一個這個表 大家仔細來看 你看 最便宜的就是BRD的車子 這是Model 3 然後這是Model Y 那你可以看到 裡面包括說這個Volkswagen的車子 標誌的車子 Volkswagen的車子 所有的都比他們貴那麼多 至少就貴14%到14% 還上起跳 甚至這個福特的還貴百分之80% BMW貴百分之61% 所以看起來的話 真的就不太可能會贏啊 所以他們就知道說完全不可能 他說如果 我們跟這個價格一樣的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把 因為海報現在要殺價 如果大眾把它降低 一樣的時候 殺價一樣 兩個價格一樣的話 結果沒想到價格一樣的話 大眾美賣的輛車會虧1萬美金 所以你說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海報可以再多給你殺1萬美金 殺到這樣 我會賺錢你會虧錢 所以對他們來講 真的 為什麼德國人會說完蛋了 因為真的 如果你用價格優勢來 因為這個電動車要普及很簡單 它只要滑落到一個甜蜜點 那個甜蜜點 約莫是在120萬到150萬的區間之後 它會大量爆發 大量爆發的時候一定是 能夠區間到這個價格會優先 那誰會先倒到這個價格 當然顯然看起來是中國車廠啊 所以該講的 現在日本 現在包括德國 都高度的關注BRD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 事實上全世界這個GDP 贊最多 以汽車產業贊最多 是日本 日本大概佔整個GDP的10% 然後製造業大概30幾% 也都是汽車產業 德國也是 所以為什麼德國跟日本 你就覺得這幾年好像跟中國的態度 完全不一樣 其實這某些程度來說 還有產業競爭 我被你競爭過的時候我就完蛋 因為本來德國車最大的市場 他是在中國 本來大眾汽車就是巴克斯 你根本排不上名的 因為你進到了中國之後 你居然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車集團 但問題是 你進到中國以後 你居然養大了中國 中國居然變成德國車的最大敵人了 而且保健 那為什麼德國那麼緊張嗎 我跟你講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數據 你知道 目前為止 因為德國過去在整個 中國汽車產業裡面 大概市占20%左右 都是德國車 可是那在電動車市場 目前為止 德國市占率不到1 所以他們現在擔心什麼 擔心未來這個整個 如果整個市場 完全都被中國吃掉 你在中國市場就沒有了 20%跟1 對 然後他們在美國市場又打不開 然後歐洲市場 現在中國車要來歐洲市場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覺得是 整個國家會被覆滅的感覺 這跟日本的感覺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現在 你看這個市場 你這就從這邊 對 看出來了 為什麼德國跟日本 跟中國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產業競爭 就是這樣一個情形嘛 那我們就講 這樣這個拆比 你不是只有瑞銀拆 日本之前也是把它拆過 日本早就拆過了 對 他們也是把它研究過 研究透徹之後 就發現他們說糟糕 這個完蛋了 我們根本無法跟它競爭 所以你看 我們為什麼說 這個德國非常緊張 你看這是德國他們報紙講的 德國汽車工業 將面臨到艱難的時刻 那很多全部都講 一輛中國生產的電動車 跟德國生產的這個平均 價差兩萬歐元 你看這是他們的報導 這是德國很大篇幅的報導 他們所有的製造 所以我就講 一個佔德國GDP 5%的這個產值 然後佔他們出口 20%的這個產值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想 你的主場被中國 蹂躏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德國下一步 該何去何從 難怪蕭子都出來講話了 蕭子都講 以前講說日本車碾壓全球 後來是韓國車的天下 現在是中國電動車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現在 這個德國已經把這個目光焦點 擺在電動車市上 而且他們最大的競爭敵人 就將是中國 過去我們都認為 德國是工業的巨人 他在歐洲是老大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經濟選人居然講 德國變成了一個歐洲病夫 甚至在這次慕尼黑裡面 你看他所有的媒體報道 現在慕尼黑車展 本來是德國車展 怎麼變中國車展 現在德國人對自己的未來 對自己的經濟狀況 真的這麼焦慮嗎 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們剛剛都不提到 他是歐洲老大嗎 結果他現在變成是 竟然落後於西班牙 落後西班牙 對 而且在落後西班牙 是GDP的發展 而且不是只有今年 是未來五年 經濟學人說 現在看起來 德國未來五年 他的GDP 竟然會落後於 美國 英國 然後法國 再來是連西班牙 連西班牙都輸了 德國人是非常認真的 德國人是非常嚴謹的 德國人是非常勤於工作的 這麼勤奮的民族 居然輸給一個 每天曬太陽的國家 對 那你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所以事實上 這一篇就進去分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然第一個 成也中國 敗也中國 就是你過去 因為光靠你的汽車銷售到中國 你就可以把德國 整個經濟GDP給撐起來 所以你事實上 你花很少力氣 在進行所謂的電動車 這個部分的佈局 沒想到 德國過去輝煌的這個歷史 讓他不敢放大膽 走入新世界進行探索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是 你知道光從一個數字 你就可以看到 賓士他們也有電動車 在整個龐大的中國市場 一整年竟然只賣一萬四千多兩 這真的想說天啊 這什麼數字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其實看在德國人眼裡 以前是我們把汽車賣到中國去 現在是比亞迪賣到了歐洲來 賣到你德國 親門踏戶 就這四個字 所以這對德國人來講 那個真的是 哇 什麼時候 我們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 既然變成了我們的競爭對手 以前梅克爾多喜歡中國啊 梅克爾到了中國 還去特別買那個豆瓣醬 回家吃 還特別做了一個豆瓣醬麵 展示給大家 就是因為當時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車的市場 而且大家剛剛講的 波斯巴克的大眾汽車 就是因為這樣 它的市值 碾壓過這個豐田 就沒有想到 現在主客異位了 主客異位 而且那個比亞迪真的嚇壞他們了 他們就說比亞迪現在在整個歐洲市場 光一年就行銷了六款 而且行銷這六款短短的時間之內 已經開始賣進了15個國家 那你也知道以前那個歐洲車 蠻多人是開德國車 就現在連我自己的地主優勢都沒有了 因為比亞迪的這種平價的電動車 已經大門 這個親門踏戶 進入到你主要的一個地主市場 所以這個對德國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情緒 難怪瑞穎要把這個海報給拆了 把這個海報給拆了以後 我要分析你所有的零件 分析你所有的成本 分析成本之後才發現 它居然比Mothbargans的便宜成本 低35% 對 而且你知道德國人本來心裡想說 你電動車市場的冠軍可能是特斯 那美國吧 美國老大我們輸他 我們向來習慣 什麼時候 我們連中國的比亞迪都輸了 所以這對德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董事長 在共產主義或是在資本論裡面講 那時候有上層跟下層結構 下層結構就是經濟 經濟才是決定很多東西的 剛剛司中提到 現在德國跟日本 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的緊張 真的是因為中國電動車的崛起 本來中國是日本跟德國車 最大的一個汽車市場 所以不得不跟中國低頭 不得不跟中國交好 現在當中國車崛起來 真的對日本對德國 真的產生威脅了嗎 而這個威脅 真的讓他們感到害怕嗎 而這個害怕會產生對抗嗎 應該這樣講 中國的經濟的下一個世代的經濟崛起 很大一部分的力量 是來自於電動車 它其他都被封鎖了 它只是要進一塊了 因為以電動車為核心的 發展的上中下游的周邊的 整個產業鏈鐵來講的話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產業鏈鐵 包括你看它有演算的問題 有軟體的問題 有其他有鋼鐵業的問題 等等等等 包羅萬象嘛 所以這個在今天 我們看到德國這個報導裡面 它講一個很簡單 德國要自己找出來一個競爭方法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對 可怕在這裡不知道怎麼辦 對 你現在不是看了幾十個 它這幾十家公司 到二十年後可能都不會存在對不對 可能是另外一批公司出現 對 但是你知道它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市場 你說我的工業體系永遠存在了 對 因為它有這個 它內部需求就已經是世界第一 那世界第二是誰呢 美國 那美國會放過德國嗎 不會 不會嘛 美國也跟你幹 美國車也會興起 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 德國的汽車工業 所以一定要失去過去的往日榮光 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對 走路歷史是跑不掉的事情 但是好像那個問題是很尷尬 你到底還 因為過去的內燃機 是很複雜的一個東西 是 它要有百年歷史 它有很多專利 對 它有兩百年 它有幾百年的東西 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這一套了 就從頭再來了 現在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一個iPhone的概念 跑出來了嘛 就是一個iPhone 它就是個馬達電池 就兩個東西 就組成一個車輛 所以你的優勢完全不存在 而經驗值是決定這個優勢與否的問題 對不對 那最具有經驗值 最豐富的國家 是哪個國家 是中國啊 它一直有經驗值 它有很多錯誤的經驗 讓它修正 那你知道 在領先者來講的話 包括連德國的人 或德國的工程公司 或德國的專家 他們會自然會跑去幫 他會跑去幫中國人幹 是這樣嗎 當然會 因為你有market 就好像全世界的一流的工程師 半導體工程師 在台積電上班 我美國人沒有 我沒有地方上班 但美國對中國不是全面打壓 全面封鎖嗎 所以說 這個概念就對了 所以這是兩個體系在鬥爭 所以美國要用它的一千五百萬量的量 創造一個美國的下一個世代的電動車市場 這一樣的概念啊 所以可是現在目前 你不要看第一名是特斯拉 未來特斯拉到底是屬於中國公司 還是美國公司 這個屬性還不一定 對 因為最後還是一樣的 商人無屬國 結果回到市場來看 但不管怎麼講 所以這個經濟學人這篇的標題 非常有意思 歐洲病夫 歐洲病夫跑出來 所以我剛剛講的 在這整個的舞台上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兩大 美中兩大角逐嘛 然後角逐的情況之下 這個市場多大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iPhone 我們Mobile phone 就是手機市場 一年大概有一兆美金左右 總市場規模 這個東西的規模 未來大概十兆 十兆 十兆美金 未來電動車怎麼可能就 你要算到2035年以後的規模 你看到那個 你看到我們一個iPhone 用一塊小面板 你看到那個賓士車的面板多大 一片整片 它整個片就是個大面板 你要做多少個iPhone 才能消化一個面板 拍一部車子 那麼大一個面板 就把那個廠就包掉了 所以這些都是 整個產業的新的結構 跟新的概念開始 可是怎麼講 今天我覺得 德國人的報導是對的 所以德國在這裡面的角色 越來越來日趨衰落